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跟大家介紹 你們知道 我們台灣民進府這支旗子 所代表的意義 有沒有人知道 各位同心 不好意思 我們不知道這支旗子的意義 知道的人請走手 介紹給大家聽一下 有人知道嗎 因為你今天要來 你今天來這裡 你想想要帶一些東西 走回去跟人家說 然後你拿這個旗子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支旗子 還有這個旗子 為這個度 這個意義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齁 我想說如果有人知道 舉手講一下 我送他一個小禮物 如果沒有 那我就這個禮物我自己賺了 我跟大家報告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 USMG 他 幫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成立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他幫我們設計了這個 這個旗子 其實這支旗子很久以前 就已經設計好了 一直沒有機會拿給我們 因為我們台灣人 去中華民國跟美國 一起 把我們騙六十八年 跟今天六十八年 但是在六十年 騙六十年 就是 2005年 那個時候 秘書長 他 研讀了那個 舊金山合約 英文版跟日文版 他 就是人拿 因為我們一般都拿 中華民國 其實舊金山合約 那個漢文版的 解釋的也不是很好 也沒有很清楚 所以 其實我們台灣都不知道 我們台灣真正的 國際地方是什麼 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看 美國國務卿 西拉雷還有鮑爾裔 有開記者會跟我們說 你們台灣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 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不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跟我們說一大堆都 你們台灣都不是什麼 但是他有跟你們說 台灣是什麼 從來不告訴我們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 也沒有去發掘 是一直到二千五年 必須到林志森博士 因為他是國際戰爭法 他去研究 他在日本拿到國際戰爭法 所以他的日文跟英文都很棒 他去研究原文版的 究竟他合約跟日文版 他到發揮就說 哇 我們台灣真正的 國際地位是 美國的軍事 尖領區 哇 那時候都沒有人知道 他發現之後 他就開始四處去演講 兩千塊多年 就出來 他關在房間裡面 說半年 都沒有出 沒有踏住他的房間 讀了半年的書 他說他打個車比我的人我高 都原文版的 他發現這個真理 發現這個經理的時候 他就四處去演講 四處去演講 他希望有兩百一百的人 跟他做會去隔美國 隔美國政府 實在說 那時候 大家都會說比較壞 隔中華民國政府 可能就已經 不可能隔到美國去 但是就真的有兩百一百的 小孩 真的跟著他一起去 去美國的華盛頓聯邦 就是華盛頓特區的聯邦法院 去各國 還有美國總統 還有幾個年 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花很多錢 就是這些人 這會出錢 剛開始 我聽了 我聽了 就是我們那個鄭州長 他說剛開始 畢士尼要求說 看我就一個人 出一萬塊的美金 三十萬的台幼 那時候是從零開始 勃勃收 都不可能會成功 你可以拿得出來 願意為台灣奉獻 說好 這尊不成功 也是等到水底了 就是去做一項 真的大家 以前的人看說事情 現在的人看也是 笨蛋才會做的事 但是他們這一群人 就是這麼執著 這麼有毅力 堅定的信念 說好的 要做化賣 這一群人 就去做這件事 走到 有辦法走到今天 我也很高興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人 接到四千人 共同 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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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初走這條路 還有這個理念 所以做非來這裡最可 我跟大家報告 這幾幾個 美國帶就已經設計好了 只是他都沒帶給我們 他說 他要跟我們騙 說要跟我們騙一百年 但是 不過在六十年 我們就精神 他說 蛤 你們台灣人已經知道 你們真正的地位是什麼 你們已經醒過來了 兩百幾個醒過來 開始我們就義工 一直說 一直叫大家趕快精神 趕快精神 趕快醒過來 你不要再睡了 但是 叫三四年 2011年開始辦法 法理學院辦到現在 叫不四千 兩千幾萬人 叫不四千的精神 很辛苦 現在我先跟大家報告這幾幾個意義 你看美國人也真聰明 外面這一層紅色的 他就跟所有台灣人很明確說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屬地 在日本就是天皇的土地 他那時候叫大日本帝國 日本是天皇制 所以所有的土地都是天皇的 他不是政府的 他是天皇他們算家族的 所以就是紅色代表大日本帝國 意思說我們台灣還有日本的職地 再來 綠色這塊台灣當然大家知道 然後中間這個星星 什麼意思 美國軍事占領地 你看 他們五十一隻星星 你看 他們都是五十一顆星星 所以他跟台灣人講說 你台灣是我美國的軍事占領地 這說得很清楚 再來 這個星星 外面有六顆星 對 就是我們日本時代 日本的農家 我們台灣分六個州 當然我們現在的州民稍微有改 因為我們有改變 我們有多一個新的州 台北州 再來為什麼用黃色的 當這個地 為什麼用黃色的做這個地 表示亞洲 如果亞洲是黃色代表 我們不會說我們是黃種人的意思 意思說台灣是在什麼地方 就是亞洲地區 這個台灣 它是日本天皇的職地 現在目前美國軍事占領 說得很清楚 這支機子有夠清楚 這支機子走就要讓人 只是一直不讓人 因為我們台灣都在睡 一年都跟美國買一百多億的軍事設備 美國他也很開心 做會片 跟中華民國做會跟台灣買一年有百多 他會把他收 下去好 所以都沒有要跟人說 那這支機子也沒有 是一直到2千8年 我們台灣民政府成立後 他才把這個機子給秘書長 我們才發現 這支機子美國跟我們說得很清楚 這樣你們就知道 這支 你們要回去大家都要去買一支機子回去 這樣才有意義 一支好像50塊 然後你才可以回去跟人家講說 我今天來 這個機子回去講 你就物操所值了 然後我先跟大家報告 再來 我們國民黨 中華民國國民黨 匯除條款 一直 你看 他為什麼 你看一個國家有可能 將自己的 有沒有往上拉 可以往上拉嗎 喔喔喔 可以喔 對 一個國家有可能 他自己的那個 國家的一些重要的組織 他都匯除 你看 國有財產局 匯止政治 這個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這是軍事 你在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網站 不好意思 我們如果不能電腦 請你們回去 叫你們子弟幫你教 這其實現在都很簡單 已經說很好操作 一定要學 因為你們都 雖然說 年紀大不想 不過你還是想 試著去嘗試 去學 我們網站裡面都有 這一定 你一定可以去看得到 你跟我都跟我說 你看 中華民國你看 連那個警政署內政部 然後很多都 都已經一直匯除 匯除 為什麼 就不要是他們要走 他們中華民國 他要移到基門 馬祖平坦去了 所以他很多 不需要的 他就一直要刪掉 就做匯掉了 一個國家哪有可能 將他這麼重要的 一些那種 有 不好意思 這走不走 好像沒電了 好像沒電 可能要換電 沒關係 我們現在開始說 我剛才開討 就是要告訴大家 證明中華民國他要走了 中華民國他要走了 所以他要匯除了解 可以看到 那也是因為他要走的 你可以看到一個足跡 可能要換電 沒有 OK 再來我跟大家報告 我是秘書人 因為我也是2,500年 那時候秘書人到美國的時候 我是不像有的人說出到1萬塊的美金 我只是出台幣5千塊而已 不過我也是傻傻地走 我經濟上比較沒有那麼充裕 所以我一路走來 我都知道一些事情 我知道了 我們的歷史 我們台灣民進委的歷史 所以我是奉命書的命令 來跟大家報告說 你今天來 為什麼要來 台灣什麼叫做TCG 台灣民政府的由來 還有那個 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我們2,500年開始告美國 然後一直告2,500年 美國最高法院 他就告我們 那美國最高法院 就要求 於美國官方 要告林志欣 所帶領的這個團體 交怎樣走政治這一條路 因為他知道我們台灣人精神了 他要告我們台灣怎樣成立一個平民政府 你想喔那個 美國軍事占領伊拉克 他也在伊拉克成立一個平民政府 只要打仗 打敗仗 打贏 現在是這樣 打贏 要去幫助打輸 那方面 他現在打贏 美國打贏 打伊拉克打贏 他也是這樣自己教 所以我們台灣人就 很可能 我真的苦難68年 已經要結束了 所以他也要交 就是也是 他們的最高法院要求他們官方 要教我們怎樣走政治這一條路 所以2008年 他就跟我們秘書領告訴我們 你要開始成立台灣民政府 以前 就是 2月2號 我們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美國 因為美國軍事這樣 我們要求他要回來 你要親自來軍事佔領台灣 所以他叫做美國軍事 美國有兩個政府 可能大家不說清楚 他一個美國 一般像歐巴馬 他們在選舉 他們被選出來的一個政府 他們美國的政治 去方面 都會有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專門去大陸燒戰 戰爭 燒爬 爬爬的時候 他就要去 宣營那些地方 他們就成一個軍事政府 去專門做對外打仗的事情 現在就是 我們要求美國軍事政府 要來宣戰台灣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 他就幫我們教 但是他幫我們教 這是美國官方的教 教我們怎樣成立 台灣平民政府 我們在台北正式成立 那時候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美國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後來 美國軍事政府說 他們說這樣講得太多 他們說他要改做美國軍政府 所以我們為了要改講得太多 所以我們都說 我們知道 台灣民政府 那個平民政府 那個平民政府 他們軍也拿掉 那是沒有什麼代表意義 只是說 口語上比較好稱呼 所以我們現在說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其實我們正式的名稱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台灣平民政府 那再來 在2010年4月以後 我們在那個 台北基行的一個專求代表台會 因為陸陸續續 不是跟這兩百一百 美書人就四個字演講 一直在演講 每個禮拜都有演講場所 所以追隨他的人 就有一兩千個 就陸陸續續有一兩千個 所以 美國就跟我們教說 你就要開始 在平民政府裡面也有黨派 有那個 其實我們不是叫做民進黨國民黨 我們叫做農民黨民主黨共和黨 我們學美國 學美國那一套 那我們也有黨主席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那裡成立一個全球代表大會 就換選主席 就開始有正式的一些 開始運作 一個政府的運作開始出來了 再來 在2007年就是 我們七月設施的時候 我們那個台灣民政府 接受美國華盛頓DC 華盛頓DC就是華盛頓特別行政區的議書 設立一個辦事處 待會我會放下面看說 我們那個辦事處的那個影片 因為以前我也是在紙面上看而已 我都不知道我們的辦事處是怎樣 這次去年 我們真的有親自到美國華盛頓DC去辦 又辦第二辦的集會 所以我們有在那裡協想出來 我們等一下就能看到我們的辦事處 再來九月八號的時候 就是美國官方 官方要求我們台灣民政府 跟他做辦一個集會 像就是 就是正式宣佈說台灣平民政府正式成立 那時候 那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台灣的法理學院是 2011年2月16號成立 那時候還沒成立 所以我們的議工很少 所以我們去參加那個酒會 都是那麼多歲的 一些那麼多歲的事大人參加 像我 因為那時候 最終要將近20天 他路上一直開記者會 然後辦了完酒會 就開始去訪問華僑 所以時間很長 我沒有參加到 但是有一個政治道阿公 他兩邊都有參加 他唯一有兩次酒會 都有參加的一個政治道阿公 因為那時候 我們一些長輩 英文可能 還沒人說 所以那時候的酒會 變成說 我們都沒有辦法錄影 我們不可以嗎 我們沒有在場錄影 因為我們 年紀大一點 我們沒有辦法做這個動作 做這個錄影的工作 所以是美國幫我們錄影 美國有幫我們錄影 這是第一次美國幫我們錄影的影片 第一次酒會的影片 他錄影阿公送給秘書長 秘書長就會Copy幾百塊 叫我們義工 結果拿出去宣傳 所以這個都是真的有這件事 這不是空手保持的 一路走來都有錄影存證的 再來 我們正式法理學院就是 2011年1月16號正式成立 說來 2008年民政府成立的時候 美國就說 你們這群人 你們哪有可能執政 你們哪有辦法管理台灣 這麼大的政治工作 他說你要開始做幹部訓練 當然秘書長就開始 尋尋覓密去找地方 我們說台灣民政府要幹部訓練 你要去外面做 人家會怕死 沒有人敢做我們 不然就很貴的 我們基本就沒辦法做這件事 後來 有一次政治到阿公 他就帶郵先生 就是農場主人 郵先生 他就來聽秘書長的演講 聽了他很認同 秘書長說 這真的一定要做 幹部訓練一定要做 他就跟秘書長說 我有一間 有一棟房子都沒用 幾十年沒用 一二十年沒用 說要讓秘書長用 秘書長來看 因為那很久沒用 有 就是比較 那個 很久沒用 你知道 他的房間 因為他以前是養老院 所以他都一間一間的房間 很小間 他房間有 但是他沒有空曠的教室 他就跟秘書長說 好是好 房間這麼多間 沒有大間的教室 沒辦法做幹部訓練 要怎麼上課 後來 尤先生第二天 就隨便叫一人中 那五樓的 那房間 每間都說一說 變成一間 很大間的教室 他就去叫秘書長來看 這樣可以嗎 有夠大間 不然有夠大間 旁邊又說到 哇 尤先生 尤先生看著說 蛤 尤先生原來是說真的 有的人都用嘴說一說 但是這些人都沒做 然後他是真的 就這樣去做 後來我們就一定用那個地方 尤先生為了要整修 也花了三四百萬 不過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第一次有七十幾個學院 那個第一屆來也是很辛苦 因為 經濟很拮据嘛 萬事起頭來 剛開始都要自己帶睡在街上 煎頭 然後 吃飯也是 我們就大家一起煮 煮大鍋飯 反正就那個 沒有啦 還好有請廚師啦 就是大家都 將就嘛 因為 我們 我們好不容易有第一次的那個 法理學院成立我們大家很高興 現在就是 比較好了 我們大家都已經有問成有碰成了 接著我們的 經濟上還有許可 游先生很高興 他都不僅僅放在家裡 一直去建設 他建設到 他建設到這樣越來越好 以前我們那裡吃飯都 落後都還要配給水了 所以現在已經很好了 越來越好 你們越來越後面的人越有福 環境越來越好 所以就大家說 我們有辦法成立法理學院 是用很多高興跟成立的 OK 那跟大家報告這樣 再來下一個 我現在跟大家說 後來 第二便就是 2010年9月 那時候是第一便 第一次的酒會嘛 再來2013年 2013年的時候 九月找美國請我們去辦第二便的集會 第二便的集會 就是邀請了一個電視連播網的主持人 就看到Schumann 那時候在2012年 訪問那個美國歐巴馬總統的 他來回答 跟我們主持 這天是大家很值得大家熱熱情 我剛才很幸運 第二便我有參加到 我待會兒有影片給大家看 我們那個 那個酒會的狀況 你如果要考慮最少 那個網路裡面 你們可以去救 那邊都有 可以看得到 OK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 本來我們是按第二便的集會 因為我們一個人要去 一個人要高10萬塊 那只記票就 7萬6千多 7萬6千多 來回機票就7萬幾塊 去 美書長說 你們代表政府去 一定要去住那五星級的飯店 那飯店一枚都五六千塊 那只10萬塊 一定都不夠 後來秘書長又到 他有 尤其跟我們送一塊錢 有請 請一些人報紙 他就 貼我們一點錢 所以 所以 10萬塊其實是不夠 不過好不容易 一個人要出10萬塊去參加美國 也是要 花一筆錢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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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可能想說大概只有10幾個人 有辦法參加 我是不夠到 報名結束 很近年有三十八 三十幾個 那時候剛開始 後來 後來 美書長就說 這麼多人要去 他就很高興 這個人都一定要讓他去 不能刪掉任何一個人 後來他就去 總總 十幾個機票 所以我們就分成兩隊 因為我們沒有同時間買機票 分兩隊 第一隊十八的人 就是潘信信副主席 他就是為那個 討論基東 報告 底特利 還為底特利 回到那個 華盛頓DC 就是華盛頓特利 雷根機場 第二隊 就是本人跟夫人 還有 潘良華副主席 頂頂 我們有十二的人 十二人 一家 我們去十二個人 然後我們就為 討論基東 報告那個 亞特蘭大 美國的亞特蘭大 然後還為亞特蘭大 報告雷根機場 因為本人是參加第二隊 大家報告一些趣聞 我們剛好在那個 機上的一些趣聞 當我們 從日本 東京 報告亞特蘭大的時候 八十幾點鐘 那個解經濟艙也是很 擋得很辛苦 擋得很辛苦 擋得腳都浮腫 他跟亞特蘭大紀錠的時候 亞特蘭大紀錠的大天 那個海關的大廳 都是人 幾天的人 幾百人 我們擋得最多 因為 飛機在飛的時候 有抵抗到 有抵抗到 還有四十幾分 分機就要開飛 飛到雷根機場 我們 那麼多人擋 擋得差不多兩點鐘以上 我們一定不會飛 不會飛 的時候大家想說 慘了 萬一如果沒有搭上 我們訂的那班飛機 要再坐下一班飛機的話 不一定有空位十二位 有可能存三位四位 我們十二位 要分幾個飛到 我去到雷根機場 這樣就很麻煩 後來夫人 他就說 臨時把我們召開一個會 他說 我們來想看看 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 美國海關 大家可以通關 然後可以趕上飛機 剛才潘涼王副主席 他說 他剛才有邀請函 邀請函是英文版的 他就推夫人 夫人他外語比較棒 他就說 你去問看看 跟海關溝通看看 看能不能讓我們 跟他講說 我們 我們 那個 時間快來不及了 可以讓我們快速通關 因為我們隔一天 就要辦酒會 記者會 算也很重要的事情 那夫人就拿著那個邀請函 還有我們的那個身份證 我們這張新聞證很好用 去美國 我本人也用到 你看 路到這個都已經磨損了 我們參觀他們 所有的機關 我都去參觀 用這一張都可以進 所以 他都有刷 然後 都ok的 都沒問題 我們都可以過去的 後來夫人就拿著這一張 還有機票 邀請函 頂頂的東西 去到他們的美國海關 去溝通 看能讓我們快速 結果十多分喔 十多分 紀念 夫人就給我們 給我們說 來來來來 他要旁邊開一個櫃檯 要讓我們過 我們想到 蛤 真的喔 這麼有用 那個 那個邀請函 跟我們這個 這個身份證 這麼有用 結果我們就 點點了 大家十幾個 從旁邊走走 那個旁邊那個 我們說 特殊的櫃檯 就是說公務門 讓我們過 結果都沒什麼 跟我們問到 都讓我們看一看 然後幫我們看一看 就全部Pass過了 想不到 我第一次 我出國幾天 第一次去驗 公務門 真幸運 所以喔 這一張 真的 在美國他們有認定 因為你看喔 他全部 後面都寫英文的 他說我們為什麼要發這一張 就是 軍紀萬港官法 古今山和平條約 會頂頂一些法 那個國際的條約 所以我們發行這一張身份證 這是國際上他認同的 這張我去日本跟美國都很好用 比中華民國的護照還要好用 所以喔 就跟大家報告 所以大家喔 如果要不請新聞證 趕快來申請 再來我們九月會辦一場演講 大型的演講 憑著身份證才可以進場 所以你們還不請新聞證的人 要趕快請 這就是喔 我們在 那個 雷根機場 我們要出去 那個時候 大家很高興 已經很順利出關了喔 這是我們大家的那個照片 這是雷根機場的大廳 三十幾個人 我們在那邊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 陸陸續續還有 分幾個皮 所以大家都在那裡拍照 你看 拍照和念 因為我們出台的管理警察八點五 然後我們就搭個計程車去到那個 我們的飯店喔 文化飯店 文化飯店喔 剛開始他不知道 搞不清楚狀況 說過中華民國國旗 我們就順利抗議 說欸不對喔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跟中華民國 完全是不相關 所以他就順利幫我們換喔 早上順利幫我們換 我們就順利跟中華民國國旗 我跟他順利幫他順利幫他順利 不對不對 你順利這個不對 我說 我們就跟他抗議啦 中華民國國旗不能順利 你看 馬上他就換 水果換 你看 他就水果換 這是我們的機子 這是華盛頓特區的機子 這是飯店的機子 這是美國機 這馬上換 那我們去日本三次喔 我們去日本 都住他們五星級飯店 那間飯店一家的機子都百幾個 我們去跟日本要求說 你要跟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機子掛去 日本人很不懂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怎麼叫他們不去 所以他們三次喔 三年都不敢掛旗子 都不敢掛 結果我就跟他要求他不敢掛 不敢掛 我說 好啦你不要掛我們的機子 你所有的機子都不能掛 你如果掛的時候 我就要掛什麼 所以我們去 他們真的他們四個期間都都不生氣 我希望今天去 他們好好待一下 勇敢將他們日本機到台灣 民政府機都給他掛起來 再來喔 這就是我們在飯店的大廳 我們一些早起的成員 就在那裡拍照 因為我們隔一天就隨辦集會 我們的行程六天 坐活人機就將近三天 所以還有三天的行程三天 所以我們很清楚 隔一天就隨辦集會 你看 那個時差都不適應 他們四季酒店 你看 他們美工 我們要辦酒會 他就把我們民政府機掛上去了 他們的員工 剛才我們有很多 我們很多成員 晚上三、四點睡不著 三、四點都站在城堡 都跑去白宮 還跑回來 因為我們剛才在那個 華盛頓座七就是 可能大家不知道 它是一個十六平方公里的 一個區而已 我們剛才的飯店 好像中間那裡 白宮啊 離哪兒都差不多四、五公里很近 所以早上很多人 睡不著 都還要去等法 美國總統法回來 對 四、五點就走出去 晨跑 他剛才離這個酒店也蠻近 還有人剛才去找到 早上很早就出門 去找到 他們去掛國旗這個行程 所以我這張 我就把它留起來 然後掛好的國旗很高興 大家都高興 你如果去外國看到人 將我們的旗子掛去 你那個無名的很興奮 很高興 你會有一種成就感 因為我們去日本 他不把我們掛 我們都很失望 去美國可以掛 大家好高興 你看 然後大家 都在那拍照 這位先生就是我們的 主席 真根主席 他在台灣 醫學院比較 離去日本 再去攻讀醫學博士 他就留在日本行醫 他是日本的那個 腦科權威 這是我們要邀請他 當我們的主席 這一次辦酒會 他 我們這一次酒會 花了將近二十萬美金 酒費 酒費很貴 因為我們邀請七十幾個 美國官方的 還有記者來參與我們 然後一個人 都將近一千塊美金 很貴 那個 那個 費用很貴 他出十萬塊的美金 我們的主席 剩下一次 我們民進府去撐出來 小步來湊齊 然後我們很看 美國遊客也跟我們一直拍照 我們在那裡去想 然後美國遊客 很高興 對我們在那裡 這就是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那個 四季酒店 因為 我們是六點 但是我們兩點五就出發了 我都走 美國要搭計程車蠻貴 我們盡量可以走 是參觀他們的環境 真的很乾淨 很乾淨 很乾淨 然後我們很早就去了 兩點五就去 給大家看 你看酒會 飯店很用心 你看 台灣西部政府 華盛頓特區的現場 我們在那辦酒會 那個現場是在幾點 然後在哪一個廳 舉辦的 五月十三號 你看 九月五號 對不起我講錯了 九月五號 早上 晚上六點到九點半 因為我們剛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想到 安排節目 沒有安排到 去到那裡 想說 怕冷場 因為第一扇很冷 定 美國人一堆 台灣人一堆 美國人說 你看台灣人 怎麼都沒有跟我們互動 可能是不能說 英語的那樣 那你什麼 沒有什麼都自己一堆 美國人一堆 你看到 協調的就是這樣 就好像都沒有互動 然後我們這一次去不行這樣子 第二次酒會一定要很成功 所以我們事先很早就去了 所以大家就說 我們準備一些節目 免得到時候 如果冷場 就唱第一次 所以他們就 很多我們的組長 他們就趕快去 抓一些資料 練習唱英文歌 大家把氣氛帶嗨一點 因為九月 所以他很慎重 把我們的氣氛帶得很爭氣 你看 他們的員工 我也想不到 美國他們這一次 把我們做得這麼好的法務 然後 大家很早去 這一位先生 就是美方 這一次酒會的總策劃人員 美國官方他們的總策劃 他也很早就去了 然後就跟夫人 這是我們秘書長夫人 林小姐 秘書長夫人 就是 他這次代表美書長去 所以他就跟我們說 我們這次行程 怎樣走 行程的狀況 很早就開始佈置場地 時間這要到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時間到了 大家各就過 當然四千都都有安排 什麼人站什麼位 如果有貴賓來的時候 我們就每個人 去招呼他們 不要讓貴賓來都沒有人交好 所以我們三十幾個人都有安排工作 然後時間到了 我們就門口 就歡迎他們來 這是主席 這是高山雅虎主席 這是夫人 這是潘信信副主席 這是紀博士 這是高雄州長 紀博士就是在德國 他是在德國教書 後來他就在網路看著秘書長 看台灣民政府這樣 這個網頁 他退休 就馬上回來台灣 我們回到台灣 跟秘書長一起來奮鬥 他外語能力非常棒 德語英文都很好 所以他是最佳的翻譯人員 時間到了 貴賓就一直來了 就陸陸續續都有官方的 還有記者 這位女士是在美國國務院上班 我剛才有踏出到 我有跟他們問 所以 美國官方他們派很多的人 他們的代表過來 還有 我給大家看 Squatch Human 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我們的主持人 他也很早就來了 這是 這一位 就是我們班長 我都說 他是高山的王子 這位先生他會講華語 他說他有來台灣 讀大學 所以他來的時候 他都跟我們用華語交談 他只有他在那裡 所以他那天很熱門 我們有請兩位美方的 就是有招 有我們的邀請函的 我們才會請他進來 那天我們還有請兩個保鏢 你知道嗎 那南坡的保鏢在門口 因為我們都很怕 有人來幫我們亂 事先我們會怕 美方方他也把我們準備得很好 這是王州長 台南州長 他是英國留學 他這次也有參加 他也有參加 我們華盛頓酒會的 所以他就跟美方的官員 交換名片 大家溝通 都沒有冷靜 大家都有 每一個人都有工作 所以你看 那天辦到很熱鬧 然後開始了 開始主持 所以我們那個酒會就開始了 那你看一下 這一位先生就是國務院的一個 特派記者 第一次的酒會有拍到他 那第二次酒會他又來 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感覺很親切 主持就是宣讀一篇文章 這次去辦酒會 就是要求美方 比照流球模式 要發給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有的 有參請身份證的人 一個旅行證件 我們是要求要比照流球模式 這樣 很重要 主要辦活動就是這件事 我等一下跟大家說一下 宣布一下 宣布他的內容 再來你看 這就是我們的 華盛頓DC的辦公室 就是在美國聯邦大樓 美國聯邦大樓 我們很早就去了 隔一天 第二天就九會第三天 我們就參觀我們的辦公室 早上 很多成員他很早就到了 在門口要拍照 他的門牌叫1250 就是那條路的1250 1250號 那個酒會裡面 其實那個辦公室都很小 一間一間 但是他每一樓都有一間會議室 每一個國家 如果叫美國軍事站而已 美國軍事 那個美國 他們就會要求 在他們這個聯邦大樓裡面 設一個平民政府的辦公室 就是聯絡處 因為美方如果他有重要消息 或怎樣 他聯絡辦公室裡面的主任 然後就把消息傳回我們的國家 比如說他在伊拉克 伊拉克 那邊有一個伊拉克平民政府的辦公室 有什麼事情 美方跟他聯絡之後 他就要把消息傳回伊拉克那邊的國家去 我們台灣民政府也是 因為目前我們請葉州長 以前的前葉州長 新竹這個葉州長 他現在就是 駐美代表 就是我們這個辦事處的主任 他就是美國 因為他 他的公主剛好在美國那裡 特色 然後 他到美國那邊有房子 所以 秘書長就邀請他過去那邊 這就是我們 那天 我們的情侶 因為我們剛才在那裡很早就去了 這就是政治到阿公 他唯一 參加兩次集會就是他 他現在九十歲了 他又有辦法 跟我們做婦人機坐十幾個小時 跟我們去 我們身體很用 然後 我們辦公室 這就是我們辦事處 我們的辦公室 雖然沒有大間 但是因為他手臂很嚴格 你看 這間這間 代表一國要十萬塊的主任 一共2007年 一直到現在 我們也付好幾年了 也是很貴 因為他 他那一棟房子 為了房子有 那個恐怖分子 或是一些異議人士進去 所以他的手臂很嚴格 外面就有兩個 經過兩關的所謂 還把它收生掉 然後你要拿證件 我們就是拿台灣民政府 這個新聞前去 然後他跟法華 每個人都一個名牌 才可以進去 你看一下 這張就很清楚了 台灣平民政府 美麗兼合政國代表處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去了一趟 所以每個人都有輪流進去 去裡面拍照 做紀念 時間沒了 所以我就趕快 臨時在座談 主席就說 好不容易去 所以我就 大家都在那個國旗上面簽名 這支機子 剛剛在那個圓桌 那個辦公室後面那裡 我就掛在那裡 大家可以看 我們三十幾個人都有簽名 你看這就是聯邦道路的外表 所以我就 為什麼美國 他沒有要邀請國民黨和民進黨 去那裡設一個聯邦代表處 那個聯絡處 沒有了 是因為林季先報酬 他所率領這個團體 我們叫他告美國 OK 所以雖然說陌生 他美國最關鍵是把這個議題 擱置 但是美國法律擱置 不是代表贏輸 因為他美國他規定他三年 他們的法律規定他們三年 雖然擱置 但是三年 他一定要判決 想說他美國法律要一個政革的判決 林季先報酬這個團體 三年 今年的八月的三年 第三年到了 如果他都沒有判決 他要開一個公廳會 他說為什麼 我們輸還是我們贏 他要開一個公廳會 跟所有的台灣人說 所以 擱置 所以美國這三年 就開始準備了 他要怎樣回來台灣軍事佔領 所以這三年 他就 美國他就開始一直在準備了 做準備的動作 八月份他一定要告訴所有 告訴林志森博士 我們這個原告 他要美國要怎麼處理 OK 應該八月他會給我們消息 所以他就九月 他就要派一些他們的特使團 來我們這裡辦大型的演講 應該秘書館有說過了吧 如果 他如果沒有說 他要說的事情很多 可能沒有每個人都說的 會照對 但是他進行 你可以抓 前幾次他演講的資料 他都 看了 你就看得到 他講過話這樣 這聯邦OK 然後 這就九月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然後 再來我跟大家說 什麼叫做 台灣民政府的解釋 其實我們台灣正式在美方的名稱 叫做台灣群島美國民政府 因為 美國民政府 他是中心在美國本土的台灣 美國民政府的一個支架 他真正的名稱應該是台灣 真正的名稱應該是台灣 郡島美國民政府 他基督才是美國軍事政府 他是軍紀股金山和平條約 23條的規定 也是說醫政學者的 占領義務所設立的一個諮詢機構 但是美方也很奇怪 我們 可能會炒的孩子才有奶吃 我們 都沒有在炒他 所以 目前 所有的會用 你所看到所有的東西 美方 他有給我們一些 我一年 就是這宣傳會 我們電報做的錢 但是 其他你所看到的 硬體設備 那些 其實都是我們所有的同心 自己籌資起來 就是你們來上課 有多餘的錢 我們也是 開始做設備 還是 做一些改善的動作 所以 他給我們 只是一點點的 那個宣傳會而已 然後 我在這裡呼籲 美方應該 趕快撥一點經費給我們 因為我們要做幹部訓練 也需要很多的經費嘛 所以 美國如果要補一些經費 我們大家就不太辛苦 我們可以做走路 快的路 再來 在會中 曾根主席 他發表了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演講的內容 我跟大家報告 他說 在青馬館教育之後 日本天皇 他擁有台灣朋友 領土的租款 但是 日本政府 他會鼓勵到台灣軍 的官學款 太平洋建進之後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軍 的官學款 但是 日本天皇便 沒有被要求 放棄台灣軍 的租款 所以說 日本天皇 對台灣領土的租款 至今是都不便 至今 算是可憑條約 也說得很清楚 那個在清朝 我們知道 這裡有戰爭 日本跟清朝建進 結果 清朝打敗仗 清朝 他跟日本簽了一個合約 這是馬關條約 日本叫下關條約 剛開始一下 實際 台日本 不是 大清大皇帝 要將 遼東半島 台灣 應該是說奉天 那時候叫奉天 他說 大清大皇帝要將奉天 還有平洋還有台灣 無條件各讓給大日本大皇帝 那是皇帝對皇帝 古早 不是國家 那是皇帝對的皇帝 後來 那個 帝國跟蘇聯 跟英國 就跳出來抗議 他說 他萬國公法 那個 簽名不可以依照尊款 你就是打敗仗 你也不可以把你的國土割讓出去 因為奉天 就是遼東半島 是清朝 他的國土 所以 他說 你不可以將奉天割出去 他說 萬國公法這是不合不合的 所以 日本 他就跟他們學者研究 發現 萬國公法真的有這個傢伙 所以 他就像 日本天王就像奉天繁家的清朝 當然清朝 有辦法用一些黃金家 自己的補償 他 馬關條也有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澎湖跟台灣可以隔壤 因為 平洋跟台灣 在清朝那時候 叫做他們的擴殖地 擴殖地不是國土 比殖民地還多一劫 所以 也能割讓 所以 那個 所以這個馬關條在裡面 後來我們所看的馬關條是 說 台灣 沒有 無條件割讓給大日本大皇帝 是古早 還有減奉天 就 我解釋是這樣 就是ok 就是這樣就開始了 後來 日本就開始經營台灣了 當然 它剛開始是用殖民地的方式經營台灣 但是到1937年的時候 日本天王在台灣實行黃明化 黃明化之後 它經營台灣就是用 未來他們國土的經營方式 因為殖民地一般都會很親切 國它就不用心 國家不用心去經營 然後它 開始1937年黃明化之後 日本就開始把台灣 整個得到很好的 你看那個 日月潭 還有我們的鐵路 還有 等等的一些設備 就是從日本時候 那時候的規劃 但是他買了 買了日本打仗 打敗仗了 打敗仗的時候 日本跟那個 台灣朋友 跟麥克阿蘇 跟蔣介石來占領 他由蔣介石來占領 麥克阿蘇跟他親自去日本 接受那個日本天王的投降 麥克阿蘇跟他去佔領日本 我們可能不知道 日本真的 美國軍事占領7年 軍事占領7年 當然麥克阿蘇 他去到日本的時候 他 在很長時間 就像日本憲法一樣修改 日本憲法修改到現在的小日本 因為日本就是打敗仗 所以他國土 四分五雷都被掛掛去 你看主島 韓國占領去 然後 北方四島 蘇聯占領 台灣朋友 蔣介石集團占領 然後 那個琉球 美國軍事占領 然後 所以他跟日本 現在小日本 跟北海道 本州 四國 九州 四個 還有一些小島 不然以前日本是很大的 大日本帝國是很大 所以變成小日本 小日本就是現在 目前日本而已 他們的那個首相 首相 他知道了 因為我們開始成立法理學院後 他現在日本這個首相 他正經派他的助理來拜訪秘書長 他拜訪秘書長 秘書長跟他教說 你要怎麼回合你大日本的那個 你要怎麼去討土地回來 他說 你日本政府沒看你去討 他說 那時候就是大日本帝國 所有的土地都是天皇 你現在小日本 你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他說 你要恢復你以前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你才有辦法去要 把你的土地要回來 你看他 他正經要去跟 昨天討北方四島 昨天不去討厭 他說 你憑什麼來講 我要北方四島 他說 他日本要去討北方四島 不是他的首相 不是麻生泰郎 他就自己跑去 他還經過日本眾議院 跟參議院 開會 通過 說好 我日本管理副我 那個首相 你去討 他怎麼能去討 不是四巫巷只 就走去討 他還有經過參議院 眾議院 就決定 給他這個管理他得到 結果去我們也不差 結果他就說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後來秘書長 你就派他走你來跟秘書長研究 秘書長給他教 你要修改憲法 因為你現在是叫麥克阿蘇 把你的憲法變成小日本 把憲法整天他用軍事的命令 幾天就把他的憲法修改成現在這個 他說你要趕快修改你的憲法 然後變成大日本以前的憲法 你才可以去要 但是要也不是他日本政府 是天皇去要才有可能 所以他日本現在就開始一直在修改憲法 但是他現在走民主的路線 所以他修改憲法修改得很辛苦 不過也有一部分有成功 他已經叫做日本智慧隊 智慧隊他現在修改成日本軍了 所以他也有在做 但是他修改憲法完全成功之後 他如果我就將北方四島討論了之後 第一行就已經討論台灣跟朋友 台灣朋友也是他大日本天皇的國土 所以我們也期待他趕快修改憲法成功 OK 再來一次 美國在2004年的時候 正經有一個解密資料有釋放出來 因為尼克森跟季辛子東 在2004年的時候 正經有想要將台灣出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知道喔 尼克森跟共產黨那時候很好的嘛 他們一直在有那個 就是因為尼克森的關係 所以那個 中華民國跟季洋出賣出來 從那後退出 日本那時候知道而已 日本就依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條的規定 他就去抗議 他說日本政府雖然放棄台灣的官學款 但是台灣要拖不是 周恩來跟季辛子所認知的無主地喔 不是可以先占少而已 然後或者 單獨或聯合瓜分來占領 正好先訴主權拖 因為日本 台灣不是沒有主人喔 我們的主人就是日本天皇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 日暑不戰 日本的設定 但是美國軍事占領 我們的堅持 我們這絕對是不可能改變的 所以周恩來跟季辛子 他是忽視的日本已經在1945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戰爛的時候 台灣已經天皇併任 他日本的國土 這有一個印證 我待會兒給大家看 這個法定領土這個屬性 所以在萬國國法的架構裡面 日本天皇已經受到天父不可移轉 主權義務所苦塑 因此從台灣動作無主地來處理 不是故於正當性的 相反的 台灣將來不是中國的法定領土 所以台灣不可能有歸返中國的 必然性跟正當性 因為清朝那時候 台灣是擴置地 不是國土 所以他割讓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剛開始 他是用殖民地的經營方式 但是後來 他在1945年4月1號 四月找他的時候 台東面上這裡有 四月找他的時候 他就發表一個詔書 這個詔書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看 如果說大家有需要的時候 你也可以買回去 大家宣讀 剛開始只有這份而已 因為秘書長 我們第二年的時候 有很多日本的大學教授 來理學院上課 秘書長特別為他們開了一些課 當然他們上課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送他禮物 上禮物 剛開始日本讓我們的資料是一張座 當然那個紙不好看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第一屆的志工想辦法去改科成 原來的樣式 你看 用甘棒 還有一支一支收 一支收一支都四五塊 這一份做起來就有七八百塊 給大家看看 這日本天皇他發表第一份造書 他說 在一九十五年四月前 他開始 台灣可以派參議員跟眾議員 參與他們的政治運作 以前台灣人是不行 台灣人很可憐 四百年來都沒有參與正式運作 後來日本天皇又開始發了 就發了好幾個造書 陸陸續續有對台灣怎樣 比如說參議員眾議員 他要怎樣 這都能看到 所以這份就是證明說 台灣正式編入他們日本國土 日本南部國土的延伸 這份造書 這是一個證明 所以台灣為什麼說是日本的土地 就是由這份造書開始 雖然日本打敗仗 但是以萬國國法 占領不能移交租款 所以 我們只是暫時賣死 賣死日本的帕書 帕書就賣死 賣死在那裡做路財 賣死去做美國路財 然後沒辦法天皇帕書 土地在人國 但是土地他的就是他的 賣死說我們家 我現在沒錢 我家給你爹子 給你爹子 給你爹子 但是有一天我哪有錢 我就會把你輸回來的意思 所以我這塊土地 裡面所有的人 我們永遠都是日本天皇的子民 這是不會改變的 即使中華民國跟美國 他都不告訴我們真話 是那個秘書長他發現這個 這件事 我們現在知道原來 我們叫做日本大日本台灣 這是沒辦法改變的 這真的是大家的宿命 六十八年的苦難應該要結束了 所以現在他美國如果正式宣布回來軍事佔領台灣的時候 慢慢慢慢的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就會真正的實現了 當然我們台灣目前只能成為自治區 民主黨有說過 我們台灣目前是生在一個自治區 國防美國會把我們保護 我們不用再去買武器了 他以美國的憲法 無條件他就是要保護台灣 台灣這一塊土地 因為沒辦法他把我們軍事佔領 你看內府金湖路100號 大家就知道 你可以去參觀 但是你沒有辦法進去 只能在外表參觀 他把我們台灣做 99年還有99年 198年 租那麼長的 租期那麼長 為什麼 表示他要正 尤其他花很多錢在那個地方的建設 他最沒有要住200年 那個地方很大 地下五層 地上三層 他下方可以搶建車 所以他美國很重視 而且變成說 美國亞太地區最大的一個軍事指揮中心 就是我們台灣內褲 當然那是他的秘密 他也不可能很正式跟大家宣布 你看他琉球 美國在琉球的軍事基地 也沒人好人可以去參觀 他是一個很機密的地方 相對的他台灣也是這樣子 雖然美國很多軍人已經進來台灣了 不過他可能 你可能在外面看不到他穿軍服 他出來一定要穿便服 在他們基地裡面可能穿軍服 所以你如果看到很多長相 都留平頭然後穿得很正式 大概你看到都是美國軍人比較多 假日如果他們有休息出來 可能是看到那些都是美國軍人 再來 曾根主席有說 美國總統按照國際法 他應該讓台灣人跟 我們當時琉球的人民一樣 領有台灣的旅行政見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你看到台灣的中國人 他的配偶 以及他的子孫 他中華民國的國際法 跟世界人權的選項 第15條 他說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國籍的管理 他可以選擇中華民國國際 他說的是那個 蔣介石集團 帶百幾百 他六十萬台 他的家屬 一百多萬個人來 這些人 這些中國人 他沒有第二個選擇 他只能選擇中華民國國際 但是對於 我們剛在台灣 這個本土台灣人來說 在1946年12月那時候 我們集體規劃中華民國國民 是台灣人的無奈跟不得已的選擇 依國計法 他來軍事佔領 他要讓所有台灣人 要有兩年的選擇 你要留在台灣 做 他說的中華民國 或是 你可以選擇離開台灣 去做日本人 或是去做其他國家的人 但是他沒有 你看日本天皇 那時候1895年 只要有戰爭之後 他佔台灣 他那時候也有 讓我們台灣人 兩年的選擇 聽說那時候 有四千的台灣人 選擇 離開台灣去中國 後來 當然還有很多人回來 人家去中國 賣錢還回來也有 但是 蔣介石沒有 都沒有讓我們的阿公阿嬤 我們的頂一輩 去兩年的選擇 他就鄉鄉地 1946年 都把我們 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這是我們台灣人 很比情的地方 所以說 中國人 他是台灣領土的 占領鳳 利益 他對他說 我們是無國籍 因為 日本天皇 將台灣的主權權力 全空擱讓 就是究竟我們合約 是將台灣的主權權力 全空擱讓 他沒有說擱讓給哪一個國家 但是美國當初是 在第二世界大戰 把打敗日本的 當然 在聯合國裡面 當然變成主要的 佔領全方 所以 那時候 我們 向全空擱讓 台灣人 那時候就沒有國籍 因為天皇就放棄台灣 就是 台灣人變成一個 無國籍的人 全世界鬧那個無國籍 就很可能 你知道嗎 所以 因為那時候是無可妥協 打敗仗 沒辦法 所以 你可以看出 在這個地方 印象 台灣人跟 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總共是不能分為一堂 你不能說 我們無國籍 只要台灣人 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他要讓 我們有去選擇 他沒有讓我們的 阿公阿嬤 我們的祖先那邊的人 去選擇 就全部給我們改變 所以 我們現在就跟他說 我要回覆我以前的國籍 我們跟他合一個 再來 本土台灣人 在台灣 地位政上法 六十八年來 讓中國政權 強迫執行 血統跟語言的消滅 這是我們被 占領風 很愛的地方 四百年來 台灣人 沒有管理自己的國家 管理自己過 全部都是被佔領 你看 葡萄牙、荷蘭 電信公、清朝、日本 再來現在美國占領 還有中華民說 我們都是 我們沒有真正自己管理自己 都是佔領方來管理我們 當然佔領 佔領方來管理我們 他跟我們說的歷史 都是站在他們的立場 不是站在我們台灣人的立場 所以 我們真正的歷史 沒有人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 跟美國要求說 我要台灣人 真正成立一個 因為目前國際法 我們也可以成立一個自治區 自治區 我們就開始要教導我們自己的 台灣人 說你是台灣人 說 將所有台灣的歷史 說給我們台灣人聽 不是中國的歷史 中國人把我們教的台灣歷史 是假的 他是以他們的立場 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立場 教我們的 竟然台灣的歷史 但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他的認同說 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也有可能 做一些表決的動作 但是 你看 承偏六十八年 生哪兒生六十八年 要將台灣人 還專攻回來 說你不是中國人 是台灣人 最不重要二十年 重新教育 我們一定要 從幼稚園起源的人 開始教 教到他們二十歲 三十歲以後 我們才能看到 最沒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認同說 你要做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那時候 後台的怕孫 跟他去做一些 表決的工作 我們這台 我這台 我們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們也是要走 看不到這條路 大家也是要做 你不能說 求了自己的利益 不然 我們要為後台的怕孫 打一條路 讓他們走 對不對 我們要做是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來這裡 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我們是為了 跟年輕人 把他們開一條 光明的大道 不要再被佔領 你看 五十年 就讓他們占領一次 五十年 五六十年 就讓他們占領一次 台灣都這樣 你看 差不多四百年來這樣 差過八九幾幾 八九個國家佔領過台灣 台灣人好可憐 從來不知道這件事 我們在後台間所以也不知道 我們要跟他講 所以我們現在成立一個自治區 我們就是重新教育 重新洗牌 OK 我說的是文化方面 經濟方面可能是 也是慢慢的安部就班 這樣子走 所以我們的社會和語言 也很複雜 但是我們不排斥 現在想要留在台灣的中國人 我們不排斥他 他想要清 我們的身份證的時候 他只要有人動台灣 他有清這個身份證 我們發現他也是住在台灣 我們沒有意識形態 我們就跟人動 他也是台灣人 OK 他後台的教訓 就是都台灣人 就這樣子 但是我們台灣目前 會分出台灣國民跟台灣國民 你國民你就是 蔣介石那個人來到台灣 叫做people往台灣 你要留在台灣也可以 叫做國民 但是國民他不能參與選舉 跟被選舉 我們依美國的憲法 這也是美國要求我們要這樣做 所以你看一本紅的 台灣國民權利法案裡面 是這樣寫的 台灣國民權利法案 我們 我們讓美國放一二十遍 我們死後 他就把我們拿回來 來來回回 一直到美國 他把它改 你要怎麼改 改到現在 OK 他認同可以的 可以分得很清楚 什麼叫做台灣國民 台灣跟國民 分得很清楚之後 我們開始有辦法發新聞證 你想說 要發一張新聞證很簡單 沒有啊 沒有很簡單 這歷經千辛萬苦 我們的前輩子 辛辛苦苦 所以 這張新聞證很嫁人 不是一千塊而已 超過一百萬 超過三百萬以上的美金 台幼三百萬以上 十萬塊以上的美金 因為 要做新聞證 我們讓那個 做新聞證 美國那間公司 十萬塊的錢金 要壓在他那裡 還有他規定 我們一國的最少要一千張 如果沒有達到一千張 又要花五萬塊美金 我們被罰過 所以十五萬塊美金以上的價值 很辛苦啦 真的 你如果真的知道的時候 你就知道 走得很累很累 然後 再來 旅行證件也不是想的那麼簡單 旅行證件 他要求你要五萬分 然後錢金也要三十萬美金 他不知道 好辛苦 這條路不知道 米蘇町 煩惱就好了 我也要求 不知道要怎麼走 所以五萬 我們四五年 只有新聞證 辦到現在辦四萬幾分 他要去一年五萬 中的旅行證件 我們 我們大家有辦法嗎 你有辦法去 像我只要一百分 只要一百的來辦證件有辦法嗎 如果沒有的話 又要被罰款 你看多辛苦 很多 很多事情 不是我們想像中 你怎麼不要怎麼 你怎麼不要怎麼 我說知道 我也知道要怎麼 但是 開就是沒有那個力氣 台股 賺不贏 但是大家也要賺賺 這四千的 我們這四千的 大家都有分 再來 以前 我們說 他國際法有一個例 說劉蒙在印度達蘭沙拉 就是那個達蘭媽 他的西藏流氓政府 他沒辦法參與印度政治的 這項事情 我給大家解說 你說 本土台灣人 當劉蒙政府的總統的時候 他真正連前說是切國 我說的是阿扁 他連前說是切國 切國 你知道為什麼連前說是切國 分得清楚嗎 因為 他是軍事 蔣介石是占領台灣 他選舉 中華民國會選舉 跟我們本土台灣人什麼抵抵 我們本來就不能去參與他們的選舉 所以他說 阿扁是切國 他就不跟你說為什麼 不跟你解釁 要怎麼做 他在跟我們 某某夫婦 大家都不知道狀況 我現在解釋給大家聽 他說 中國一面政法是台灣 美國 軍事政府改定 他對台灣的台地占領的時候 回歸為中華流亡政府的時候 他就不參與台灣政治的立場 阿扁 這可能這樣說 可不可以聽 不我告訴你聽 說白話 達賴喇 他率領二十幾萬的西藏人 流亡到 那個 印度北方達蘭沙拉那個地方 他在達蘭沙拉 他那幾個人不能離開達蘭沙拉 他國際法他只能在那裡 因為他是流亡在那裡 印度就過了那個地方 那是一個很山頂 很偏僻的地方 我有去 我二千 二零一零年 他美國有安排 台灣民政府派五十個人 去拜訪那個達蘭沙拉 本來也很幸運 我有參加到 然後 他在那個地方 達蘭沙拉 他有選他的總理 他的議員 他四年也選一次 他的國會議員 他們是不是二十幾萬人去選 但是印度有參與他達蘭沙拉的選舉 沒有 各選各的 印度他也有選他的總理 他的議員的市長 印度選他的達蘭沙拉選 達蘭沙拉的人 有去參與印度的選舉嗎 沒有嘛 大家很清楚 流亡政府在那個地方 可以做這樣而已 只要說 中華民國 Chinese exile in Taipei 就是說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中華民國他只能在台北 這個地方而已 他叫做軍事佔領 他不能離開台北 但是 蔣介石都不需要幫我們教 他來 你看 全台灣所有的地方 都有他的民眾服務戰 本來他是實行軍事佔領 但是蔣介石在台灣 他是實行完全佔領 完全佔領 又欺騙我們台灣人 所以他變成 整個都變他中華民國 其實他只能在台北 只要他國際法會先在台北 但是他每一年都附給美國 百多買軍事的費用 所以美國爭一言閉一言 就隨便他去亂搞了 他就全部台灣都變語 他就全部實行完全佔領 全世界跟中國人 完全佔領這件事 他就要什麼就要什麼 你看蔣介石 他要這個地方做野行館 他就徵收這塊土地 用公廠介石給你徵收 你看進外頭也是人 公廠介石給你徵收 做他的行館 現在還有什麼 一大堆 他還外面的人去經營飯店 這是都不對 他國際法都不對 但是美國的正義 他就不要跟我們台灣人說 他就不說 我們也沒辦法答應 那是現在我們知道 以前我們沒人知道 我們都認為說 他要對一塊土地 他要怎麼對一塊地 你不願 但是你也沒辦法 他就是把你關 你愛給他你就愛給他 對不對 那叫做完全佔領 照說他可以在台北 他在台北 他選他的領導人 他的企劉 他的什麼 中華民國要照 照這樣子選 他要把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成立一個台灣平民政府 蔣介石來台灣 1946年 他就要成立一個台灣平民政府 把我們台灣人教說 你怎麼選舉 教怎樣走政治這一條路 但是他沒有教我們台灣人 他把我們合作作 都把我們騙 把我們南南作作 美國也順著他 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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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排大家都很累 就是爭一言閉一言 過日就好了 我們台灣人很可憐 從做路災 做路災 做路災 做六十八年 又騙六十八年 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應該怎麼做 照說是我們雷 他選他的 但是沒有人都合不合作會選 市長也有大家合作會選 中華也都合作會選 美國人也說 你們台灣人是怎麼 沒有人把他們搞真正 要怎麼做 所以這裡就可以看 台灣人為什麼這麼糊塗 一直在參與他們的選舉 如果都不要差別選舉 只有中國人去選他的 他們外省自己 以前叫外省 現在叫外省 他們都自己選而已 我們都不要參與 他的選舉率如果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 那美國就知道 你們台灣人醒過來了 你們精神了 你們知道 不要去參加選舉 不要去參加選舉 你就精神了 但是很多人也是 選舉是一個米粉陣 走不出 台灣人 經過他設一個米粉針 叫做選舉 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我們去吃 我們不喜歡吃 吃到那個 安徽他們的毒藥 很愛選 很愛選 連民進行 他們都迷失在這個米粉陣裡面 走不出來 一直到我聽到林志森博士的演講之後 我才原來我不能參與選舉 參與選舉就等於中計了 就是這個原因 就算只要你不 我們台灣人 其實我們兩千六百萬人 蔣介石機長出來 現在可能只要六百萬人 因為有後台驚訝才六百萬人 其他兩千萬人都要參與他們的選舉 表示兩千萬個人通通醒過來了 精神了 美國不得不處理台灣的問題了 他一定要 但是我們要叫醒這麼多人很累 四千個都很難叫醒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能說 是怎麼知道說 是怎麼連戰意說 阿扁是切果 對吧 你為什麼台灣人可以去選中 本來就不行了 其實他就不可以跟他說不行 他就不跟他說 他就想說阿扁選不住 他想說連戰意說 結果你看 那鄉鄉阿扁選不住 他也會選到 所以就出乎所有全世界的意料 所以連戰意說他是切果 這樣很清楚了吧 大家都會知道 為什麼那時候 連戰一直說他是切果 就是這個原因嗎 所以你如果說 他正常跟我們交友的時候 那就算我們自己的選舉 都沒有問題 就現在跟我們 南南夾夾一起 台灣人也都亡議了 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 外國人都看不到 你台灣人怎麼亡議了 其實 因為沒有人教我們 那現在我們知道了 你就知道 不要去參與他的選舉 就算他們真的國民黨 全部選上也沒關係 為什麼你只要台灣人不去認同他 就是我們不合作 不參與他的選舉 美國他也知道 你不要想說美國沒有看 他很清楚 美國也有叫很多人來我們這裡受訊 美方他們有派他們很多情報局的人來這裡受訊 他也知道我們台灣民政府裡面的狀況很清楚 所以齁 所以齁 所以一家就是 講得很清楚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不要參與 他的選舉 這個問題 再來 日本 日本 日本跟日本曾經 佔領過韓國 條線 你知道嗎 他接到韓國之後 第二世界之後韓國 後來不是第二次是這樣 後來他韓國宣布獨立 他們就有很多朝鮮人 就回到日本 會回到韓國 但是在日本那些地方也有很多 在日朝鮮人 因為條線的人也有很多 在那裡結婚 生日子都沒有走 都沒有回去 就是在日朝鮮人 在日朝鮮人 他不可以參與他們任何的選舉 沒有參政權 同樣跟中華民國的人 他也要留在台灣 請我們身份證 他叫做在台中華民國的 以後他們也不能參與我們台灣的選舉 就是國民跟國民的分別 本來台灣人可以做台灣公民 People of Taiwan 你每次都可以選舉比選舉 但是你如果國民 你可以在這裡繳稅 結婚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 但是還有一項 你不能參與選舉跟變選舉權 只有這項目的問題 國民跟國民的分別是這樣 這就是跟美國一樣 美國有公民跟國民 美國公民可以參與他們的選舉 跟變選比選舉 如果他們的國民 你可以吃陶螺 但是你不能參與選舉 同樣的意思就是這樣 跟我們台灣 就是依照美國的方式 所以這裡就說 為什麼以後我們變成一個小美國的意思 我們是一個種族的融合 但是台灣的命運 只能本土台灣人去做選擇 那住在這面上的國民 你沒有選擇的這個權 沒有 決定台灣命運的這個權利 我才有說 台灣命運 他是沒有國際法 沒有台灣國際法 也沒有人家的法律或義務 可以遵循 就是說流亡 西藏流亡政府 他不是印度人 但是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他不是台灣人 不是台灣公民 台灣民政府未來的政治工程 就是台灣著名的法律身份的認定 而為法律世尊是別有法門 所以 要知道 國際的認定 他是無關認同 他是純屬法律 我們是說 我們哪 我們是說 大家都到前十八年 然後 大家都情感上的那種 無法分割 那 那是外國人 我們台灣人自己無法分割 但是外國人 他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 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f Taiwan 一定要分割很清楚 這樣以後我們台灣人 告訴我的自治 就是管理台灣是台灣 本土台灣人去管理台灣 未來 我們的自治工程是這樣 那不是本土台灣的人 你就沒有權利做管理這一方面 你可以在這裡吃頭肉 比管理這樣而已 這次集會是說台灣民政府的民眾 他可以拚到台灣民政府發行的台灣政府 應該說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頒發台灣群島美國政府人民的旅行證件 就是我們現在要求他給我們一個旅行證件 這個政經 他會在美國制法 然後 就是我們跟美國請的 不是我們台灣做 我們跟美國請 他要經過他們審核 憑德你有扮 憑德 但是每個人只要有信任 不管是國民還是公民 都可以請旅行證件 一樣只要跟美國有1990幾個國家 有199個國家 我們完全可以免簽證去旅行 跟美國完全一樣 所以喔 這個 我們這一次酒會 主要就是在做這一件事情 到這裡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謝謝 來 大家可以去嗎 各位同心 好休息 我靠餐廳還可以用餐 謝謝